穿着蓝色背心清凉站上司令台 歌手黄轩回母校 来到师大附中校庆 不免分享过往小故事 幽默对话让台下学弟妹都笑翻 在主持金曲红毯后一战成名 还有金曲精英双金光环加持下的歌手黄轩 30号上午为了运动饮料代言献宣母校给惊喜 除了献唱笑歌还给大家人生方向 这话说的实在毕竟师大附中知名音乐人 校友真的超多随便点名几位 还追赶着寻慕的一切 包含余定蜜阿姨良其实都是附中帮议员 或许因为师大附中的自由校风 也让学生会念书又会玩 再看看黄轩会唱歌会主持 语言能力也不错 牛郎帝王罗兰日前来台湾 居然就被黄轩巧遇 Vlog能看见黄轩英语日语都用上转换自如 两人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 不少网友笑翻人气持续上升中的黄轩 这回作为学长重返校园 让大家又惊又喜 TVBS新闻吴俊宇台北报道